有性之處 我們的料粥 口感應該比他們好吃多 我自己都喜歡吃 過時過節 上一代人特別喜歡送蛋卷 一罐大大盒 夠了體面 不過現在在香港 人手製作的蛋卷 少之又少 想買都不容易 元朗有家賣蛋卷的店 在六十年代開業 到現在已經由第二代接手 雖然只是家庭式小本製作 但是在附近一帶 很有口碑 店舖是我和姐姐倆做 大家分工合作 我做這樣做那樣 我爸爸一開始不是賣蛋卷 我爸爸是在糖果店打工 後來有朋友介紹他 你不如做蛋卷 我爸爸又會做花生糖 又會做杏仁餅 我爸爸懂很多東西 我一直看著我爸爸做 我一直都有幫他做 但到後來他不做 我才會接手 主要是賣蛋卷 有三種味道 有原味 有紫菜肉鬆 有花生芝麻椰蓉 蛋卷全都是在這裡做的 因為這裡屬於工場 申請到牌照 所以一定是在這裡做的 每罐蛋卷都是用人手 逐條捲制的 站在店門口已經聞到蛋香 一罐原味便是一條 一個小時不是做了很多罐 有時候可能不夠四罐 蛋漿本身只有麵粉 豬油、牛油、糖 和色粉 一般都是這些 都有30隻蛋 一桶粉 一來是份量 二來是攪的過程 因為現在很多外面都是機器做的 我們都是半機器 因為人手不攪得那麼久 但粉一定是用手攪的 如果你攪得不好 那桶粉是不好做 他們吃的口感都不一樣 除了要預備好大量的蛋漿 純熟的手勢都很重要 它一蓋起來就會成形 變成一塊扁的皮 但你趁它還未硬 就要捲了一個型 否則它就定型 不能動 長蛋卷是捲兩層 有厚度 就不同 外面 一陣是更薄 更容易爛 傳統是捲兩層 熟便不難捲 因為你不熟 有機會拿到手 有時候不小心撞爐邊 便會燙 合格的蛋卷就是金黃色 兩個人 四隻手 人手不多 唯有密密做迎接新年 我一個人做完一桶粉 是六、七個小時 由開工的時間 做到最快就可以七點鐘收工 如果整天停機 走出走入 我們會做到七、八點都不定 一個人是二十四小時都不夠做 因為現在都不夠 但是你不只做蛋卷 其他時間就是做其他事情 去黏椒紙 有時候別人要 你又要夾 之前要做好那盒粉 是多少油 早上一早起床 就開始開粉 做來做去都是那兩個人做 不辛苦 習慣了 還有有時候客人進來買 給你一個開心的釋路 他說很好吃 你繼續加油 你會開心一點 對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